現在還有聯邦眾議員在這邊喔 哈囉 大家晚安 今天聲音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燕營 好原因是因為 嗨大家好 我又來代班了 今天州長稍稍休息 讓他恢復養一下體力之後 明天他就會回來了 不過今天燕營來代班 要跟大家好好來聊一聊 有關於高鴻安的最新案情了 好原因是因為等於就要告訴大家啦 什麼 民進黨的良心 王世健出來講的 王世健是怎麼樣來形容這件事情 他說這樣啦 就是小氣基本上這件事情呢 是無罪的 重點就是呢 你不能用小氣吝嗇去定他的罪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我們等等要請我們今天的來賓 好好幫我們來解釋一下 尖閣是從哪一個角度來切入 今天會有兵哥加入我們 嗨下面兵哥以及波及哥 嗨黃耀明波及哥 是所以這一次其實這件事情 因為持續在罰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討論這個 當然就是因為 鏡周刊在今天發了好幾份報告 然後這個報導裡頭 我覺得 波及哥他很像是那個有 攝影機在旁邊錄 他連那個就是 吃什麼便當然後燉茶 然後問說我吃素什麼之類的 他都講得超詳細的 這個是記者會怎麼樣知道 對啊跑司法記者要有這個能力啊 你說那個躲在桌子底下的能力嗎還是 不是啊要有要有憲民啊 喔 所以就是一定會有人出來放 這些消息 檢方必須要靠媒體才能把一個案子營造出 有罪的氣勢 才會影響審 那個包括起訴跟後續的審判 這是對檢方有利的 那為什麼每次都這麼剛好都是這一家 好用啊 比較能夠跟著他的 就是他會有有所謂的影響力嘛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當然這個跟記者的功夫有關係 那個要彼此要有信任關係 就是你要你要能夠成為一個訊息的 這個散佈者 你要成為 就是說那個消息來源要我非常信任你 就是我可以跟你講這些事情 然後我會確信說你不會把我抖出來 而且因為司法機關一定都會強調 這不是我講的 對啊 檢調不公開我怎麼能講話 對啊他就說偵查不公開啊 所以我們都不會對外透露啊 對啊 但是會看到這些筆錄的有誰嘛 他對 通常這個時候我們的 韓兵哥也會有很多的內幕是不是 不會 就是 這就很妙啊 因為我們現在看 你看看這個內文他一次發太多篇了 你看這個案子就知道 從頭到尾就是這一家 這檢察官就發給他 從選前 對啊 到選後 就一路都是這家獨家 那就很明顯 他們是配合的關係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繼續辦然後繼續配合 繼續辦 我跟你講 我講比較那個一點 我們說偵查不公開嘛 對啊 如果說 他們真的有心想要維護 偵查不公開這個原因的話 現在應該要去抓檢察官啊 不是嗎 沒有現在要立刻立一個案 針對案情被暴露的部分 針對檢察官 要承辦檢完進行調查 你要去去調查啦 因為很明顯這個是 未給特定媒體 而且基本上就是同一個合作關係 從選前一直到選後 這個要查超好查啦 而且偵查不公開是針對這些 所謂的檢調人員 才有這個責任 我們記者或是被告都沒有什麼 偵查不公開這種問題 只有檢察官 他們這些偵辦的人員 才需要遵守偵查不公開 他會有泄密的問題 對 好 所以他到底還有多少工程啊 現在 很多在林志堅離開之後 就一個一個問題就一直跑出來 然後 也都還沒有 他文創那個他事情也是 我有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跟那個新竹煙波他們一起 對對對就是煙波那個 文創館就是煙波 那個是煙波那個嗎 但那個我覺得只要 他那個他那個總地 樓地板面積最後 就是改裝完成是八千九百 將近九千坪 花十億 那這個七千坪的花 花十二億 可是因為他平台很多 對啊 漂浮平台 我想知道什麼叫漂浮平台 雲霧是不是 雲霧平台都說如果沒有雲霧怎麼辦 自己造 漂浮入口 我在想漂浮入口 漂浮入口是要怎麼進去 是會找不到入口的意思嗎 怎麼叫漂浮入口 這是什麼歌 這是羅大佑的歌嗎 這是羅大佑的歌 你那時候可能還沒生 我知道這是哪一首 因為後來有一部電影叫 范寶德 就拿這首 這首歌來當他的那個片尾曲 不然這首很老很老 是198幾年的歌 對 所以那時候你還很小 那可是 所以 兵哥你不贊成 譬如說像 吳董他講的就是 查 然後查了之後 一定要查出東西來 才能保命 這個邏輯 查東西跟保命完全是兩回事 因為他現在就一直 我看到他在很多節目上 他都在 講這個邏輯 綠營有兩派的說法啦 一派是 為了要保護林志堅 一定把高宏安辦到底 就是唯有把高宏安弄倒林志堅才能保護住 那 我說這個邏輯如果顛倒過來 高宏安就 我也要辦你辦到底 我才能保護自己 就是兩邊就恐怖平衡嘛 就是因為現在又有一個那個什麼 前新竹就是 縣市變更 之前的那個 最後一任的新竹市長 他出來講說他那個時候 面對什麼國民黨的威權啊 他就是覺得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都是政治性辦案啊 對 因為我老實講 高宏安這個案子 其實現在雖然吵得轟轟烈烈 我個人認為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這個案子 我講實在話 因為他雖然已經經費從60萬膨脹到200萬 可是 我覺得他的灰色地帶本身是很多的 嗯 所以 我覺得這個 這個案子很吃法官的自由行政 所以 所以 好貴喔 而且每一次過年就會漲 然後 然後就越來越漲越多 你知道很好笑喔 就是全家不是要漲嗎 你就跑去問7-11 當然 你要不要跟人家漲 你知道7-11講說 目前我們沒有這樣的計劃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7-11早就開始在賣18塊了 沒有他有市場區隔的 對 OK 因為他不是說有個頂王 我是沒吃過 所以有個頂王茶葉 八蛋 對 是要20塊錢 好貴喔 天啊 好謝謝 好 那個 那個 車齁 車的問題是 四五一 你知道一台車 基本2000cc的車 光進到台灣 稅就是60% 嗯 就是加貨物稅 然後什麼 那個關稅 然後還有一些雜七雜八 就 你的稅金就占了這台車的60% 我一直覺得在台灣買車這件事情 就是新車 除非 然後如果你是300萬以上的車 還要再加10% 奢侈稅 奢侈稅 其實奢侈稅的標準應該要調了啦 300萬的車在台灣應該不算奢侈的車了 台灣家的車真的太貴了 你看特斯拉的休旅車型那個Model X 定價就是388萬啦 可是 他進來台灣 你還要加收奢侈稅 所以就會 所以這個你的388是 還沒有 是在海外的價錢 對對對 海外定價 他原本美國定價就是388 就也有可能他原本350 然後進來變成388 就是因為還要再加奢侈稅 就這樣的概念 就是 300萬以上 我們的規定 我們的法規就規定 300萬以上的小客車 9人坐以下 只要你是定價300萬以上的 就是你的那個價格 那就要加收10% 我覺得現在台灣物價真的是有一點 還好啦 其實台灣真的相對 相對全球還好 不是 相對全球還好 但相對薪水 不好 只是像牛奶啊 像那個 剛剛講蛋啊 這些問題就是 民生物價問題 關鍵是我們的原物料 仰賴進口 那像蛋就是因為我們的飼料都要靠進口 那牛奶也是因為我們本地產 鮮乳喔 就是 鮮乳一定就是本地 我們不太可能去從國外進鮮乳 對 現在都是用還原乳 是 因為生乳的那個那個那個就是要檢驗啊或什麼的 所以那個很麻煩 那所以生乳我們國內的飼養成本就是高 然後台灣的那個乳牛 飼養完就是進牛肉湯 台南台南為什麼有那麼多牛肉湯 因為那邊有牧場 對 那就是他們在 先生產乳牛 然後再變成 就他老了 產乳量不夠了 那就把它賣 變肉牛 對對對 乳牛是可以吃的 但是是真的很貴 我覺得 一罐牛奶 就是會一直 基本上會放出什麼保住邱莉莉 民進黨跟國民黨合作 這個擺明就是 你覺得是反串就對了 就是要讓他們破局 就是要破局啊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 最近去問那個副議長 副議長說 我不會說啦 我不會說啦 你去問東團啦 我不會說啦 那個壓力就會壓在他身上 他就不敢亂動 因為他那一票 有可能最後他那一票是關鍵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現在就是看說 政國會那六席敢不敢 往國慶娘那邊投啊 往國慶娘那邊投一定被開除 民進黨昨天不是已經宣布了嗎 這次誰跑票 誰 就開除啊 最終就開除 就開除 因為你已經 就是過半 然後還選輸人家 無法接受吧 任何一個 上一屆就這樣 對 可是問題是會無法接受啊 可是問題是 而且我再告訴你 其實上上一屆是這樣 上上一屆是嗎 你以為李全教為什麼被關 李全教就是議長會選啊 對啊 對耶 那個時候賴清德不進去嘛 對啊 而且 而且李全教 就是因為李全教案子 那個民進黨 民進黨才修法 議長投票要記名 好 那時候還是不記名的 原本還是不記名的 而且現在大家講說 他之前不起訴 就可以幫他現在來解套 是這樣嗎 我這兩件事情應該是 因為不是有新市政才會再起訴嗎 是啊 這應該是不是 這麼的直接相關吧 我覺得沒有這麼直接啦 對不對 不只是郭載星被起訴過 郭信良也被起訴過 他們全部都一樣 可是台南這邊好像真的光電很厲害是不是 因為那邊很好喬 而且他地方又多 太陽又大 對啊 沿海又有風 你在北部 你在北部喬光店一點意義都沒有 而且我聽說是因為 其實那邊有很多的 那種漁溫的漁民啊 就基本上他們現在是 年紀大了 然後可能 家裡頭 家裡頭小朋友他們也沒有 因為大家很辛苦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去做其他的 產業嘛 南部現在一大片啊 也不種田 也不養魚 都在種店啊 但這樣會不會搞到 後來就是我們 沒有東西吃啊 我們糧食本來就已經在靠進口 我們的對糧食自給率很低啦 太低了 太低了 所以台灣是一個根本 沒有辦法跟人家打長期作戰的地方 我們不能被鎖起來的地方 我們鎖起來會餓死 先不說是被打到 可能會被餓死的地方 就吃地瓜啦 現在地瓜跪得要死喔